我们感激,又称作衬虚,是农业社会当中自然产生的事迹,就是在特定的日子里,各地的乡民, 携带着自己的产物,齐聚一地,以物异物,互通永无,做起买卖,本省人称类似感激的活动为罗子框会, 罗子框是因为感激当中所卖的物品大多是以竹制成品为主, 于是这个名称,就这样流传了两百亿十多年了 感激的日子里,没有敲锣,也不需要打鼓,来自钢山, 尼陀,新关,阿联,桥头跟燕巢一带的乡民,就自动成群结伴地而来, 这个古老的市场,在民国三十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到如今,人人是保持着隐无义物的交易方式, 市场里,飘飘渐渐,就好像是国际贸易市场一样, 这里边什么都有,活的,死的,穿的,用的,吃的喝的, 应有尽有,无论是现代的或者是传统的, 也都琳琅满目地摆满了一地 在生活富裕之余,美化人生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项, 花式以及装饰品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您还可以注意到,许多人手上拿的,肩上背的, 都是我们平常好像不容易见到, 却又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这位老先生又买了扁担,又买了椅子, 刚好挑回家去, 草药,电板,一次买卖当中啊, 把几年需要的东西统统带回家了, 您可别小看在罗子矿会里的每个摊位哦, 他们都得事先要登记的, 原来只准备了四百个摊位, 没想到啊,这摊贩在前一天晚上, 有许多人就抢了好的位子, 自己搭个帐篷,就递了一百, 一天也就这么吆喝起来, 如此一来, 整个兰子矿会往往超过了一千五百个摊位呢, 一千五百个摊位, 摊摊摆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显得特别的热闹, 而且东西也特别的丰富, 就拿着专卖绳索的来说吧, 有捆东西的, 拴东西的, 小的细网, 大的鱼网, 真的是种类繁多, 这位老先生一直在夸自己的网最好, 不管你费尽多少唇蛇想占点便宜, 他绝对不肯解价, 这份固执反而显得好可爱, 您知道鱼网是怎么卖的吗, 可不是论长度哦, 而是算重量的, 隔行如隔山, 我真的是开眼界了, 其中交换的大多都是一些耕种打鱼所用的器具, 这好像是农具, 鱼网, 牛饿, 藤条, 粉鸡等等, 还有一些竹制的日常用具, 以及手工艺品, 在卖金属用具的摊位上, 刀铲, 笠拔, 五简, 挑挑简简当中, 吵架环下的声音, 加上铿枪的声音, 好像是奏起了一首乐曲一样, 最纯真的市场交响乐。 目前这项活动在台湾已经很少看到了, 只有在高雄的高山地区, 还能够依循传统每一年照例举行。 每一年是只有三次的罗子匡会, 分别是农历三月二十三, 妈祖诞辰, 农历八月十四, 也就是中秋节的前夕, 还有农历九月十五号, 为了纪念乾隆三十五年, 岗山民兵平定皇教之乱, 葬生者的节日, 一鸣节。 一年只有这三天, 所以你想一睹感激的壮观, 就得记清楚日子, 否则要错过良机了。 夏日爷爷, 大人们大人们心情地交易着, 孩子们呢可忍不住地要打瞌睡了。 忙了一个上午, 到了正午, 该是吃饭的时间了, 于是市场内, 除了这一千五百个摊位之外, 另一种买卖该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了。 来个可口的便当葱鸡, 不过, 生意还是得照做的。 尽管以今天的生活水准, 人们不必要再借着感激的活动来买卖商品。 然而, 从每一年有增无减的人潮看来, 可知道这罗子宽慧已经在乡名中生根了。 赶着这个集, 就好像是赶去庙会一般, 也成了一种节庆方式的热闹活动。 许多人大老远地跑来, 并不一定是为了要买什么东西, 而只是想晋身在这喧喧嚷嚷的人潮当中。 看琳琅满目的各地产品, 尤其是有许多老一辈的人, 谨慎在里头, 他们似乎就好像回到那熟悉的岁月, 看到以前大家自己制作的器物, 彼此交换的情形。 罗子宽慧在今天, 其无形的经济价值, 乌宁说是比有形的经济价值要来得大得多了。 这样的感情跟平常我们所见的市场, 或者是超级市场完全不一样。 您不妨特别选个日子, 来到这儿, 认识一下, 了解一下。 我相信, 您必定能够从这些吆喝喧嚷声中, 讨价还价声中, 以及在随地而设的摊位里, 追测到一些鲜明的生活痕迹。 到了下午, 人会越来越多, 其实真正热闹的时候, 应该要算是入夜了, 到时啊, 可真的是挤得一点空隙都没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摆了一地, 看起来很不惊艳, 可是这却都是一些名贵的草药跟补品哦。 买点回去, 给快生产的老婆补一补, 给在外辛苦工作的先生补一补, 买点回去, 给儿子孙子也补一补, 市场内处处也充满了爱心。 外行人呐, 看这些草药, 真的分不出什么是什么了, 好像大同小异, 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草啊, 树根什么的, 不过, 有些人士, 可是一边采集, 一边研究哦。 我们也就顺便学着点尝试, 这中国人的草药实在是了不起, 多少神奇的效用, 到今天以科学的方式或眼光来看, 还都有许多地方是解不开的呢。 这种感激的活动, 不但提供了乡民们购买各式日常用品, 还有农鱼具的便利, 而且让平日由于地方太大, 疏于往来的乡亲们接触的机会, 它更充满了爱心, 充满了知识, 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这儿, 仔细地观赏, 罗子匡汇的一切情景, 我相信您的这趟旅程一定非常丰富。 就像这位家里开草药店的妇人来说, 她买了这么一大堆的药材, 真可说是收获丰富一样。 感激人那么多, 有时候还有车辆穿来穿去的, 所以现场就显得非常的混乱。 可幸这个时候, 有警察先生们在场外严格地执行, 车辆不准入内。 他们都规劝各行车辆, 能够将车子停放在市场的外边, 这样一来, 才得以维持市场里的秩序跟安全。 钢山是纵冠公路的必经之地, 火车站的出口就在纵冠线旁。 当您来到这个附近的时候, 您只要稍加地留心, 处处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广告招牌, 蜂蜜。 蜂蜜是钢山土产三宝之一, 因为大钢山上盛产龙眼, 春暖花开的时候, 就会有许多的风群前来采龙眼花的蜜, 这种龙眼蜜品质就特别的好。 有人说购买蜂蜜还是门大学问的, 想要买到真正纯正的蜂蜜, 得看它的浓度、蜜味还有色泽等等。 其实像我们这种外行啊, 只要吃起蜜来是香、甜、带点酸酸的, 这样就已经算是非常好的蜂蜜了。 钢山蜂蜜大多都是自产自销的, 为钢山带来不少的财富。 还有辣豆拌酱跟羊肉都是钢山著名的特产, 有机会迎自己来品尝品尝滋味如何。 钢山不算是个小地方了, 越来越繁荣, 来往的人也越来越多。 火车站前面, 看到那么多计程车在排班, 您就可以想见一二了。 地方繁荣, 应该表示更多的知识、文化, 而为镇上带来更多的财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